OK啊 OK啊 哈啰 大家好 欢迎来到SENHAU TV 我是SENHAU 哈啰 大家好 我是Chris 非常感谢Chris今天来做我的特别来宾 今天呢 Chris呢 本身是在新加坡住的 新加坡人 对 对 新加坡人 所以他对新加坡的东西都很了解 今天我就让Chris呢 来为我们 来为我们推荐一个APP 是如何 方便然后又轻松在 新加坡 找 吃 好难喔 这个字 找吃的 而且是好吃的 好 好 那这个APP呢就是Hungry Go Way Hungry Go Way呢很简单 因为它的名字就是Hungry Go Way 所以呢 你就是打开这个APP了之后呢 它就会跟你讲说 然后呢 capture你的location之后呢 它就会找出你附近 所有看哪里 有推荐的那个餐厅 或者是好吃的东西给你 所以它这边就有优惠啊 今天有什么优惠的话 它全部都会显现在这边 哦 对 这个是用信币来做交易 对 信币 没有错 没有 它不是做交易 它只是让你知道说 哪里有好吃的而已 哦 对 滑下去 它就会跟你说附近哪里有什么好吃的啦 那你就可以马上就是去订一个位置 越多价钱的就是越贵 越贵 没有错 那比如说我去这个Sea Tripods Seafood Paradise 进去了之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马上book now 或者是打电话 或者是你要知道哪里呢 它就按这个location 它就会出现这个Google Map 就会告诉你在哪里 哦 OK 很方便一下哦 然后呢 你如果要知道它 什么东西好吃的话 你可以按这边 What's good What's good 就是推荐 对 它就跟你讲说 这些都是用户 User他推荐的 所以不是餐厅他本身自己推荐的 哦 我们可以自己写review 对 就不用怕那些餐馆骗我们 对 没有错 好 这边呢就是 那个Hungry Go Ware的这个编辑 他们会写很多文章 他就会跟你讲说 比如说这个就是 五家最好吃的粽子 在那里 哦 就写找broker 对 对对对 他们写这些文章 然后跟你讲说 然后就是 比如说这个 2017 5月的 就是新推荐的这个好吃的东西 好 这些全部都在这边 有很多啦 这样就这样子啦 嗯 非常感谢Chris呢 告诉我们这个 在新加坡找吃的apps 嗯 如果你有去新加坡 或是你已经在新加坡了呢 就请到这个apps 然后 就让你比较容易找吃 也可以找到很好吃的东西 嗯 没有错 谢谢Chris在这边做我的特别嘉宾 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请点击个赞 如果你还没订阅SANHO TV的话 快订阅 如果 你还没订阅Chris的话呢 请马上到我的 Discretion下面 来看他的 网址 我会在下面写下他的网址 然后你可以去到他 去订阅他 嗯 Chris呢 会介绍关于新加坡的 生活大小事情 嗯 是非常实用的 在新加坡是非常实用的 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我是SANHO 我是Chris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